大家好,欢迎来到源潭谷市 OK,我又找到了更多的资料 想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Maxer 就是SuperMaxer磁公司 你看它这里就有比较一个图 这个是说它初步的 还不是真正要进的 不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你看它这里有什么厂 这边它之前说不是要建四间 一间跑四百个M手套一个月 所以这边有四间厂 然后这里是它的 有一个office tower 这边有一个office tower Main office building Multi multiple story 就是有几层楼的 包括它的R&D也是会在这边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 Incoming raw map的 building 就是那个原料的地方 然后water tower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proposed raw expansion OK,这个没有什么 Storm water management 就是鱼水的 collect 鱼水的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门口了咯 这边有一个security fence Maintenance building 这边有一个maintenance building 然后这个是distribution way 就是它做了过后 它的罗里就这边等 然后就可以出货了 然后这是大门的 然后 啊 就没有什么 OK 给你看啊 OK,申请人是谁? 当然是老板啊 老板申请的嘛 所以Stanley 他他那时候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申请了 然后现在才要签那个agreement OK 然后他们拿到这个levy 这个Texas是不错啦 因为他鼓励Texas这个州啊 德州连特斯拉都要去那边设厂 因为他有给很多tax benefit 所以是不错的一个 地点也是刚好温度气温又很好 所以你看下他那个 他下面啊 这里也是有蛮多的一些资料啊 这里他有说他会请到个员工 这边有写啦 啊 no. of new qualification job 25个 然后non-qualifying job 是200个 这些是主要是那种R&D啊 那些啊 就是一年啊 一年里面啊 然后这个是啊 这个是真正是去hands on的咯 啊 好像在 在factory workers啊 这些啊 这也是他的 wages 他的薪水 然后你看他这边有一个 estimation啊 就是 就是他估计啦 他会请到个人 然后从2021年到2036年 direct的 direct就是工厂了 他们跑工厂 一开始 这两年是没有production的 是这一年开始才开始有 这两年是在建factory的时候啦 所以就这边有700个人 然后这边是 啊 这边是跑工厂的咯 所以就减少了 因为建好factory了嘛 然后啊 这些 indirect的就是那种staff啊 啊 其他的在office的那些人咯 所以总共你看他建好过后 就越来越少人 然后 然后我看到也是可能 越来越efficient啊 就不需要这样多人了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 estimated的收入啊 每一年啊 还要花这样多钱哦 花这样多钱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啊 薪水是90多个million啊 到最后 啊 因为他的income direct跟indirect的 就随着时间啊 增加嘛 他们的收入也要 随着时间增加 所以到2036年 是93个million一年啊 啊出出的时候是60多个million到70多个million 这个是在他给员工的这个薪水方面 这个只是一个估计了一个估计 然后这里还有就是他的property text哦 因为他property text啊 这边你看 大概是 for这个 elvin 啊 district的话 你看这里大概是一个 啊 1%啊 1% 所以你看他总共是省了就是这边 他原本是要还一个78个million的text啊 啊 再这样多年了啊 啊 到20378个million 就是他他省了一个25个25.9个million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跟那个RHP的报告一样 所以他真正还是这个52个million 这个就是他拿到这个啊text的这个levy 啊 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好处啊啊 所以这边就有讲哦 所以对最state来讲 对他们来讲啊 对美国的这个district来讲 他们是一个text loss啊 啊 所以他们要很多年才可以cover啦 就这边 他就做一个estimation哦 啊 这边是 这边是他是可以得到破名的啊 然后他这边他有讲到一点的 他讲 他们其实是可以考虑很多走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啦 啊 啊主要是因为这个property text哦啊 可以得到relief啊 因为他讲说啊 这个手套的乳胶手套是很竞争的啊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value limitation啊啊 在这个Alvin district里面呢 在这个地方做这个生意是没有这样有啊 这样这样effective啊 因为他可以选择很多地方嘛 他那时候考虑啊 呢 New York啊 他那时候其实是有考虑几个地方啊 就是在New York California啊 North California Georgia Florida啊 然后最后是选择这个Texas啊啊 然后他说他也是有收到新啊 从这个Florida这里 OK 不过没有签到任何agreement 然后这里他就有说啊 有新的这个subsidary咯 这个在 二亿年 所以他会负责 他是负责建这个总部在这边啊 他只是用一个pair capital一块钱啊 啊然后他过后他会increase到100个million的 OK 然后他说是is a part of啊 这个550个million的investment呢 总共啊 所以 这个就是这样子呢 然后他说是finance to internal internal fund啊 就是自己都有钱啊 然后或者跟钱啊 跟这个银行记啊 那过后才决定啊 这个那时候股价6块多 好高啊 那时候 OK 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欢迎来订阅点赞跟转发 谢谢